中美激烈电子战 解放军战机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失灵 关键时刻大国拼军式实力 一中政策后方加注一具适用条件下 根据军方消息来源与军事专家分析 佩洛西抵台前和离台后 美中双方在侦察与电子战展开激烈攻防 解放军海空大动员 在多个不同据点展开全面的追踪与根捡 但解放军多架战机与55型驱逐舰执行的根捡没有成功 原因是遭到美军战斗群的电子干扰 使得解放军战机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失灵 放弃了根捡 2022年国际局势硝烟弥漫 中美俄三国是国际局势的主要行为体 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抗中俄与中俄联手对抗美国 相互作用 恶性循环 中俄与美国相互对抗 具有战略意义 对抗结果会改变人类命运 对抗最直接形式是诉诸军事实力 2月24日 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 普京以为能轻而易举拿下乌克兰 半年过去了乌克兰的国土成为废墟 乌军死亡将士大约9000人 儿童将近1000人被证实死于暴力或受伤 5500多平民丧生 7800多人受伤 难民已经超过660万 俄军占领了20%的乌克兰领土 却有25000名士兵丧生 俄乌战争证明 俄罗斯绝对不可能获胜 但乌克兰要收复失地并非一事 因为俄军在数量上仍占优势 乌克兰人保加卫国的决心和勇敢 是战胜俄军的精神力量 几乎全欧洲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尤其是美国承担了绝大部分军援 是乌军战胜的物质保障 从技术层面讲 这完全是信息化战争 俄军装备成劣势 在国际上名声大跌 俄军苏-30和苏-35都能被西方国家的单兵武器击落 俄军没有空中优势 大量被打残的坦克和装甲车在基辅街头展出 但俄军庞大的火炮给乌军造成重大伤亡 俄军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发射一万发炮弹 乌军只能发1000发 乌军在得到海马斯火箭炮和M270火箭炮后 俄军的炮火优势不复存在 俄军的空军基地 弹药库 补给战和供应战 一直遭受乌军火箭炮袭击 炮火打到克里米亚 乌克兰战场已成为美俄军事实力较量的场所 谁输掉这场战争 谁就退出影响全球的舞台 美欧大量援助的背后 显示西方国家决心打败俄罗斯的信念 信念背后是美欧综合国力的支撑 当外交努力不能阻止战争时 大国都在展现军事实力 军事实力也展现在台湾海峡 华盛顿邮报8月20日发表文章 公布有关佩洛西访台的内幕情节 其中证实中方官员在佩洛西计划访台的消息传出后 立即在各个层级向美国发出警告 白宫一名匿名官员说 多名中方官员在向美方表达强烈反对的警告之后 习近平在与拜登通电话时 也要求拜登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 但这名官员表示 拜登对习近平说 他可能无能为力 国会是美国政府独立的一支 而佩洛西和其他国会议员一样 在是否出访问题上完全自己做主 拜登还警告习近平 如果佩洛西真的访台 北京也不能采取挑衅和胁迫的行动 这一报道证实了外界有关拜登 曾努力劝说佩洛西取消访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原因是美国不会向中国示弱 中美外交沟通失败 只能用军事手段陪伴佩洛西访台 美军提供了安全评估和保障 里根号航母战斗群重返南中国海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 北京的反应正如白宫所料 华盛顿对此做好应对准备 根据南华早报 军方消息来源与军事专家分析 佩洛西抵台前和离台后 美中双方在侦察与电子战展开激烈攻防 解放军海空大动员 在多个不同据点展开全面的追踪与根肩 但解放军多架战机 与55型驱逐舰执行的根肩没有成功 原因是遭到美军战斗群的电子干扰 使得解放军战机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失灵 放弃了根肩 解放军在佩洛西离台后 在台湾周围举行大规模军演 并发射导弹 从技术层面讲 解放军军演为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东部战区司令部 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之间综合协调作战能力的最佳良机 美国从信号 通信和电子情报全方位收集情报 从军演效果看 台湾民众没有出现恐慌现象 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份民调指出 28岁以上的台湾人中 有高达7成8不害怕大陆的围岛军演 其中更有4成5表示一点也不害怕 受访者中说会害怕的只有一成7 台湾文化评论者颜泽雅说 台美关系一定会持续加温 台海也会继续紧张 但台湾这边已习惯了 从美国方面看 佩洛西访台和解放军军演 激发了美国政要接二连三访问台湾 8月25日 美国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抵达台湾 这是佩洛西访台以来 第三个到访的美国政要代表团 此前访台的有 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印第安奈州共和党州长霍尔科姆 大陆对台湾的做法 强化了美国国会抗衡中国的立场 使2022年 台湾政策法的立法程序继续朝前发展 从国际舆论看 支持中国的有俄罗斯 巴基斯坦 朝鲜 老挝 柬埔寨 伊朗 古巴和尼加拉瓜 踢评中国的主要是西方国家 七国集团的外长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 对中国宣布的威胁行动表示关切 尤其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在一中政策后方加注一具适用条件下 Wear applicable 也就是在特定情况下才适用 围绕着佩洛西访台的政治较量 清晰可见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 中美在台海危机中的军事较量 依旧显示美军战上风 解放军军演没有阻下住台湾 从目前俄乌战争的态势看 美国军力胜过俄罗斯是肯定的 这已导致今年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下降 俄罗斯军工产品的客户转向美国 关键时刻 中美俄拼军事实力 以激发更多国家参与军备竞赛 芬兰和瑞典这样的军工生产强国加入北约 只会提高北约军事实力 在欧洲被孤立的俄罗斯 怎么可能恢复昔日苏联的疆土 事到如今 是普京没有想到的 拭目以待的是 他会否被送上战争法庭审判 军事实力是国际地位后盾 在东亚 中国的五枚导弹落入日本所声称的专属经济区 引发日本不满 日经亚洲资深记者中泽克二分析 解放军向日本专属经济区 发射弹道导弹的决定 来自习近平 这样的说法有何根据 值得怀疑 中国军事评论家宋忠平认为 解放军发射的导弹 落入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是中国刻意传递的信息 如果日本干预台湾问题 则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 将会成为中国的打击对象 日本被组下了吗? 这五枚导弹 恰恰将成为日本正要完成安倍遗愿 修宪和重新武装的绝好借口 只会证明安倍曾讲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是符合实际的 日本进一步接近台湾已成趋势 并已正式邀请台湾派代表 出席安倍国葬 这是公开对抗中国所讲的一中原则 东亚的军备竞赛马上要进入快车道了 台湾明年将军费开支增加近14% 美韩恢复大型联合军演 对朝鲜去核的努力化为乌有 金氏政权看到了卡扎飞交出原子弹图纸的下场 也看到普京挥舞核弹大棒的威慑作用 宁可让人民节衣缩时也要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只会越来越坚定 韩国在继续部署萨德导弹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中国也没闲着 《环球时报》指出 中国将在2035年前发展一支蓝水海军 以配合国家的国际地位且更好的捍卫利益 这就是说军事实力是国际地位的后盾 大国如此崇尚军力 说明这个世界还是在奉行丛林法则 关键时刻联合国名存实亡 国际秩序必须重建 这应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